議員好 一個業務報告具體的內容 三年會變成三書 這三書就是沒有安全的保障 沒有合理的票價 財務也沒有具體的一個改善的方案 部長你不是說這個法院宣判之後 之前的議員部長說高鐵三月就會破產 然後你說這個法院判決之後 一月就是四月就會破產 既然這麼迫切 為什麼在這一次這麼重要的業務報告裡面 在交通委員會沒有提出更具體的內容 只喊出一個口號三零 只怕會三書 這個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是 其實就我了解 那麼台高公司跟高鐵局這邊 一直也都在密切的聯繫 那麼畢竟整個方案要他們提出來 那針對上一次各位委員所質疑的 這個相關的這些疑問 我們在這一次的新的方案裡頭 會做一個完整的敘述跟說明 什麼時候會提出來 那麼我們原則上是期待四月 那你不是說四月會破產嗎 四月是四月底 那我們現在也在協調 那麼公股銀行的這個部分 都已經破產了你才要提出改革方案嗎 那是帳面上的資不抵載 跟委員報告那是帳面上的資不抵載 那帳面上的資不抵載 那是帳面上的資不抵載 也是一個長度最長 最複雜的一個捷運 它的高度 有的路段是高達四十公尺以上 最高的有的到達四十六公尺以上 如果再加上捷運的車廂 有的要高達四十八公尺以上的這個高度 好像雲霄飛車一樣 安全很重要 它的抖度也是最高的 一般的捷運很少會超過三趴的抖度 但是它有的抖度是超到四趴以上 有的甚至要到四點九 抖度的這個趴高的抖度非常高 這個也要注意安全 另外它有直達的也有站暫停的 它是一個很長又很複雜的捷運 不要為了通車我要通車 這是我在交通委員會一貫的原則 安全優先 再來就是通車的時間 這個部長有沒有問題簡單說明一下 現階段裡頭都是朝這個目標在努力 因為畢竟當時出來的那個騎乘 每一個月每一個月要做什麼事情 那現在它都每一個月每一個 按照這個這個騎乘再完成 所以我們按照這個目標來完成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整個高鐵在年底會增加三個站 彰化雲林苗栗 在明年的年中南港也會完成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進度 請簡單說明一下 對 那麼今年的三站會在年底 那麼七月大禮上完工 八月大概開始就會做旅刊 復刊的這種動作 所以年底應該會通車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們初步的估算 現在八個站對不對 對 八個站如果站站停的話 是要兩個小時 如果直打的話是一小時三十六分 那如果年底再加上這三個站的話 要增加十八分鐘是不是 就是變成站站停的話 就變成兩小時十八分 明年年中的話再加上南港的話 南港如果要再停再站站停的話 就要變成兩個半小時 是不是這樣 各位委員報告 就我了解 那麼康明公司的總經驗告訴我是說 到時候不會每一個列車都是這樣處理 會採用跳蛙式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麼需要停的戰術 那麼這三站裡頭也有特定的 特定的所謂的幾個列車 現在民眾單憂的說 它會不會變成捷運的北高線 如果你站站停的話 這樣一個時間是非常的長 我在這邊 剛才部長也有提出說 它是一個隔站的 或是有另外一個交換的 一個交叉的 這樣一個路線的規劃 我具體的建議 還是要以各站的運量 來做為停靠的一個標準 我們現在停靠最多的 當然就是台北台中高雄這三個站 那我們是不是要以台中來做一個界點 你也可以台北到台中站站停 到台中之後台中直打高雄 或者是你這個 台北到台中是直打的 然後台中到高雄是站站停的 這樣的以運量來做一個規劃 停站的規劃 不要變成一個捷運的北高線 是不是這個請部長說的 這個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一定是這樣子 好部長我另外再請教你 就是票價的問題 不管是目前的1小時36分 或者是到8站每個都停的 這個2小時 或者是到年底的11個站 變成2小時18分 或者是到明年中之後 變成2個半小時 它的票價都一樣嗎 時間就是金錢 這不是很有名的一個俗業嗎 這一個票 高鐵公司現在在研議 就我了解現在高鐵公司 正在研議到底 到時候的票價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什麼時候會出來 你年底就要通知 你要讓 要盡早的提出票價的方案 以及我們的財務改革方案 讓社會去討論 我的了解大概會在8月或9月的時候會提出來 這個票價 時間就是金錢 高鐵的票比較貴 就是因為 它會準點率會比較高 第二個 就是它 比較快速 縮短通車的一個時間 所以 民眾願意多花一點錢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你不能1小時36分的 也是一樣的價錢 兩小時的 兩個半小時的 票價都是一樣 這個民眾都無法接受 這不只是高鐵的問題 台鐵也是同樣的問題 部長我在交通委員會說過很多次 台鐵目前也是從花蓮到台北 普悠瑪號 是大概2小時08分 直達車 但是它是兩年的新車 它是有一定的價格 但是你舊的志強號 它的車廂是30年以上的這樣的一個車廂 它的通車時間 可能要3小時又3分鐘 你不能2小時的新車 跟3個小時的 這樣的一個30年以上的舊車 票價都一樣 這對消費者不公平 對對對 這個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現在台鐵也是往這條路在走 才用多種模式跟指導方式不一樣的 票價的這個理論來做處理 對啦 這個方向 交通部有查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部長我現在都要問你是具體的時間 你今天是部長了 你今天不是陳建宇陳政次 不是陳次長 你是陳部長 你應該跟社會大眾 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場 燈板頭球 你就要展現你的能力 到底什麼時候 你要提出高鐵的財務改革方案 到底什麼時候你會提出高鐵跟台鐵的合理票價的方案 到底什麼時候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高鐵的部分 我們是預計在4月會提出來 4月 好 4月會提出來到委員會來報告 台鐵 那台鐵的票價的部分 大概9月左右會有一個初步的初稿會出來 那麼來做評估 然後來聽取大家的意見 到底像是這個樣子 部長我現在另外請教的就是 桃園機場的問題 桃園機場 現在一起航下跟二起航下 加起來的話 他們可以容納大概3200萬的人次 那第二航下如果擴建完成 增加500萬 增加500萬變成3700萬 但是他擴建完成 一起航下跟二起航下 按照目前這個旅客的運量 增加10%的這樣那個發展 你增加到3700的時候 他已經又到3800了 所以現在我們在規劃第三起航下 第三起航下 如果能夠完成的話 是到達7200萬人次 目前的進度如何 第三航下目前正在 那麼5月吧 5月 5月會開 沒有沒有 現在在國際 國際 國際應徒嗎 不是嗎 5月吧 那預計的目標 是5月開國際應徒 如果123航下 都加起來的話 可容納8200萬人次 但是 他又要到6年後 才能夠正式的完工 這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整個桃園機場 他是爆量的 他的安全 必須非安要重視 我現在也要具體的建議 你現在 這樣的一個機場的 這樣的一個爆量的狀況 我們現在有77%的班次 都集中在桃園機場 高雄機場 只有11%左右 那高雄機場 目前的 雖然有成長 但是他還是有一半的 時間的這個容量 應該建立這樣的一個 飛機或航班 也推展南部的觀光 讓這些 往南部移動 另外 連架航空 目前大概有16家 大概有5家 是經營東南亞航線的 那在高雄 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起降的地方 這個我們都會 舒緩這個桃園機場的 這樣的一個目前 因為他的爆量 他的安全 他的整個跑道 維修的狀況 都有問題 這個要做一個 適當的舒緩 這個請部長 怎樣說一下 對 那個LCC的部分 事實上的話 我們比較prefer 就是說原則上 往台中 或者是高雄方面 去發展 那當然也不可避免 桃園也非得要有不可 但是怎麼樣在時程上 那麼尤其時間帶上去做處理 這個需要再做研究了 那至於這個爆量的部分 目前其實就有了解 那麼陶機公司 部長 我現在簡單明確的問 是 把部分的航班 移到高雄小港機場 鼓勵聯航先到高雄來設點 來經營東南亞的一個航線 來舒緩整個 桃園機場的爆量的一個問題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方向有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當然是會請 那個明察局跟這個 那個LCC這一部分來協調看看 因為畢竟 商業上的這個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在降低這個 整個在高雄機場 台中機場的這個降落會 我想對於這個連假航空 使用高雄機場 會有吸引力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那另外的這樣的一個 連假航空的處理 也要盡量的推展到南部的機場 是是謝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請我請謝局長去注意 我們這一段期間 旅館一直出現衛生的問題 諾魯病毒的問題 富野度假村 時間到 富野度假村 以及阿里山賓館 以及統一度假村 都出現相關的問題 現在清明假期要到了 應該要注意旅館的衛生 要去做機查 謝謝 我們已經通知嘉洋辦理了 好 謝謝我們李昆哲委員的諮詢